八世界娱乐生活制的读者 你们好 其实我拍这种片或者恐怖片 我先要找到一个 我觉得观众有共同的题材 所以这两种电影 我不是随便能够拍的 我觉得上一部 我本身非常满意的 可能是女佣吧 很多年前的女佣 从女佣到今天 我觉得第二次我感觉到 我找到题材的时候 不然想到裴月嫂 我觉得裴月嫂跟女佣 那时候我感觉到的那种 从里有大概有一样 就是说我想到裴月嫂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拍一部青春片 有啊 新手妈妈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 因为真的叫literally 刚把一块肉 就伸出来 然后一个人现在变成两个人 而且忽然间就是 必须把她跟宝宝的性命 就拜托在一个刚可能第一天认识的一个人 所以这种环境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别 所以我本身没有说 我一定要找一种女性的角色来写我什么 可是我本身就是 想到的人物就是这种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整个角色的挑战性 其实非常高 因为如唐道所说的一个刚生了孩子的 新妈妈将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而且完全处于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氛围内 所以这精神上的压力啊 又或者是不踏实的感觉 跟我的现实生活都是非常遥远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性 我觉得这个从打从那个造型 我一直不停造型的说出来 看到我自己穿的一些衣服我不停地笑 因为它是非常的土 然后我觉得在造型方面 我要去想说要怎么去丰布这个任务 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你会看到一个完全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造型 它不拉它 所以完全你 我自己做完造型 我站在那边我一直笑 你可以问Karen 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 I can pull this off 我真的我完全没有 Are you sure this is 我自己都意想不到 所以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我自己可以去 create一些什么东西出来 差不多要疏远上镜 它很薄的一个粉底 在拍摄惊悚或者恐怖片的片场呢 是非常不恐怖跟非常不紧张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来探班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那只会就坐在那边在吃便当 所以那种画面是非常不恐怖的 很多夜戏 可是也有白天的戏 因为我觉得假如你拍一部恐怖电影或者金松片 全部只是恐怖的东西 每一场戏都是夜戏 我觉得观众很快会很严倦 你还记得Steven Spielberg的Jaws吗 我发现整部电影 你看到那只鲨鱼的吃素少过不止 可是每个人整部电影就做看的时候 全部是吓到犯明 所以我们英语说 Less is more 之前有拍过戏跟小孩一起拍 他们到了片场他们是大王啦 因为他们要吃要哭要拉全部都是由他的时间 所以这些我有心理准备就是要配合 抱宝宝应该还好啦 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要跟他沟通 然后他睡觉就睡了 他要吃他就吃了 就你没有控制的对吧 其实我跟宝宝的互动算是比较多吧 因为我的哥哥有两个孩子吧 所以家里是非常热闹的 然后之前我侄女生出来之前 我是完全不敢去抱别人的宝宝的 因为我觉得太... It's too precious 太小 小我怕弄伤他或者怎样 责任很大 但是有了我的侄女之后 我觉得其实还OK 但是宝宝的心情真的很难预料 对 准备好了我有两个女儿 然后我第一个女儿在香港出生 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去 你要上课的 就是他们会教你 叫宝宝来的时候 怎么样跟他重量那些东西 然后我的同学是梁宝宝 所以我想 Familiar Oh it's Gigi Leung But有了两个女儿 而且两个孩子我都换腰部那些东西 我都蛮熟的 所以不怕我会帮 好 不怕不怕